這是慈濟志工第二次來到徹瓦馬社區關懷 校長朱蒂斯主動加入 還邀約了五位朋友一起來 恭敬接下白色志工服 如此慎重 因為承擔的是責任 學習如何90度送上物資 也學習如何說明慈濟 社區裡的曬衣場即是他們的道場 烈日下都有一顆希望社區能夠更好的行願 本地志工的加入讓慈濟能夠更深入關懷社區 泰伊華社區有對夫妻義務照顧孤兒 他們是志工艾蒂斯的朋友 不但是接受慈濟的支柱 也帶著大家探訪平平 這一群人十多位全是被遺棄 相聚在一起也能是一家人 恭敬接下玉米粉也開始認識慈濟 獨居 獨居的長者走在街上 同樣也收到了需要的食糧 這位18歲的少女最讓人心疼 胃痛到無法佔職 志工得知她的困境 立刻開車到藥房買來救命藥 跟著慈濟人看見苦也看見樂 更懂得這會是條歡喜行善的道路 大海新聞 我們資深美志工侯麒麟 尚比亞報導 八十五歲的大海新聞